佛说,凡事有因必有果,想要赴贵命,必须做到以下六点。因果循环,万物皆有定数。佛教讲究无我,我,就是主宰,无我,就是没有主宰。 盖言之,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由单一的事情决定,必然是由无量无数事情共同决定,这个是佛教的因果观。 因此,佛教不赞成把个人视为独立的人,把人和人割裂开,把事和事割裂开,把自和他对立起来。 事件每一件事情的发生,必然有它的原因,可能很简单,也可能错综复杂到你无法理清,不管是哪一种情况。 总会有因,同时,一件事的发生了便是果,这个果,又继而成为了下一件事的因。 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,种什么样的因就结什么样的果,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意味着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, 无论过多少时间都无法逃脱注定的命运和因果关系,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自然规律,都得在自然规律的主导下从事自己的行为,绝对不能逆自然规律而生,生而为人。 我们既然要在这个世界上长久的生存下去,那么就要尊重万事万物的生存规律。 绝对不能违背规律而行,只有充分尊重这个原则,我们才能过得快乐,开心,不要总羡慕别人的运气,凡事有因果,万事有轮回,你把自己所做的一切放到别人身上,总有一天也会回来,不过是时间的早晚问题,不管你信不信,它都客观存在,并将继续存在下去。 所以说,不要总羡慕别人的运气,凡事有因果,万事有轮回,想要拥有富贵命,就必须先做到以下六点。 一,摆善孝为先,一切善行都是从孝开始做起的。 因为这是人的一生当中最最深刻的亲情,人人不可回避,孝敬父母是我们人类各种美好品德中最为重要和占低位的品德,它是做儿女的必做的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,就一直具有这种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,古代埋儿奉母,器官寻母的故事,足以让人们唏嘘不已。 而当今君圣旧母,退学为母的故事,更是令我们感动万分,不一样的时代,演绎着相同的主题,那就是孝敬父母,回报父母。 其实,今天,对我们来说,孝敬父母,回报父母。 不必像上面所说的那样,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,我们只要在平时多注意,从身边小事做起,从一点一滴做起,就完全可以进到我们对父母的孝敬之心。 二,与人为善。 如何与人为善,其实很简单,就是要善待他人,多一点谅解,宽容和理解,少一点苛求与责难,多一点爱心,少一些冷漠,多一些欣赏,少一点欺人有笑人无的浅薄,能够看见别人的优点,并能够欣赏他,赞美他,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,能真心祝福别人的幸福,也是一种美丽的善良。 永远与人为善,我们才能让自己的心境始终保持在愉悦之中,这样的人,才会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人生,与人为善,自己路宽。 三,如果大家都可以做到这点,就没有了独木桥,大家都可以在阳关大道上阔不前进,达到理想中的状态,人行善,扶虽未知,但灾祸已远,心善良,好运未到,但没运走开。 三,懂得感恩。感恩是面对生活的一种人生态度,我们不需要别人感恩自己,而我们要常常的去感恩别人,感恩父母,是他们无私的奉献,才有了你的现在。 感恩朋友,是他们曾经在你失落的时候给你帮助,感恩生活,是生活让你在泥沼中学会了挣扎,在黑暗中学会了寻找光明,做人,有好的心态很重要,懂得感恩才有一切,不过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,那就是人品,很多人会问,为什么我整天做善事,不失,放生,供养,但还是没得到善报呢? 你不用去跟因果争辩,他从来也不会误会你,世间有一样东西,最公平,他就是因果,不会厚此薄比,假如你中了恶因,不会因为你富贵,就放过你,也不会因为你贫穷而无果。 人生需要感恩,感恩是一种情怀,一种文化,一种生活态度,一种做人的细节,是理智的人生观,切记,滴水之恩,永泉相报。 这样的人,心怀感恩,珍惜一切,不会忘恩负义,不会做恶害人,福气就会眷顾,上天必定庇护。 四,遵纪守法。 正所谓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,国有国法,家有家规,法律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,在我们的生活中,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,懂得守法的人,现在这个社会,是靠国家守护着我们,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道德和法律都不遵守。 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,毕竟法网灰灰疏而不漏。 不管到哪个阶段,我们都应该坚守住人生的道德底线,不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。 五,心中欲少。 人生没有完美,花开花谢,越圆越缺,要学会调整情绪,凡是尽量往好的方面想,很多人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时,就会很多抱怨,很烦躁。 结果因为把握不好情绪,往往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,复杂的事情变得更难,一个人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,坦然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,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。 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,依旧能保持节奏,心中欲少,自然忧少。 人生短短一辈子,何必去自寻烦恼,欲望是一个无底洞,你控制不了,就会被他控制。 这世上,笑笑人家,也给别人笑笑自己,放轻松,给自己快乐,这就是福报。 六,活在当下。 成功的人没有整天怀念过去的,也没有总在畅想未来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,抓住现在,活在当下。 活在过去的人是迂腐,活在未来的人是空想,不管过去有多值得怀念悔恨,不管未来有多值得畅想渴望。 只有现在,才是在我们手中的,只有现在,才是我们能把握的幸福,即善,即不善,就是因,于庆,于秧,就是果。 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脱口而出的抱怨话,或者毫不避讳地嘲笑他人,这些都是自己重的恶因,直到有一天也会损害自己的福报,吃到恶果。 昨天的所作所为,皆成就今天的你我,今天的所作作为,皆成就明天的你我。 对于昨日,纵然是百般不舍,万千思绪,都要从容面对,果断告别,并心怀希望与感恩地去努力过好当下,因为只有学会舍弃昨日种种,才能获得身心的自由,熬过了昨日的磨难,才能丰富人生的经验,坚持不懈地努力,才能赢得成功的人生。 世间万物,凡事既有定数,别去苦苦追寻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让你好费不应该耗费的精力和时间,真正在乎你的人,不会让你等太久,真正爱你的人,舍不得让你难过太久,这世上,有人伤害你,就有人会来心疼你,我们皆烦人,注定平凡,因此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庸,做好平凡的自己,做好平凡的事情,过好平凡的日子,对身边的人好一点。 对朋友真一点,对自己多疼爱一点,贫穷时,别丢了善良,别丢了善心,做好自己,辉煌时,别忘了付出,舍一些钱才给需要的人,为一些温暖给无助的人,功修功德,不修不得,越修越得,有舍才有得,付出越多得得越多,善良的人,付出,不求回报,懂得,舍得随缘,心存善念之人,天必有之,光明,未必是最好的结果,有时,困境,却是开展人生光明的另一前奏, 善待一切顺,逆境,人生无限美好,时时刻刻,紧记一切皆因果,若遇到逆境,便知一定是自己,哪里做错了。 才有此恶缘,仔细反省,一定改过,如遇顺境,则思,这应该是自己以前,做了什么善事,才有这样的善缘,仔细回想,加倍努力,继续行善,时间长了,自然,身心泰然,荣辱不惊,不怨恨,不骄傲,自得清净。 关注我,了解更多佛学小知识。